把它改成不要那麼久之前 110好了 這個資料就少一點了 那你在複製貼的時候 記得喔 一定要選從表格的最左邊拉過去 你不要從這邊 假設你從超速這邊選有沒有 我想應該有同學選這樣 結果他不是從最左邊這樣選過去 而是從這邊選 你如果把它複製之後 你想說 老師我要把資料貼到那個 Excel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Ctrl V貼上 他也可以貼上 只是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超速變成在A1了 你選的時候 那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這樣 就是你選的時候 應該是從最左邊吧 表格的左邊拉過來 這樣子 記得拉的話也要拉到底下 有時候連底下一起選也沒關係 因為你再把它刪掉 可是有的時候你少選了這個 你把它複製喔 我記得好像貼過去好像也會出錯 他好像也會有一些資料 所以這個就沒有過來 變成你漏選了 所以這個選的方式 你們自己再注意一下 所以正確應該是從這邊 點擊向右拉過來 到底 記得連底下都一樣 Ctrl C 然後把它Ctrl V貼過來 那第一個我們OK之後啦 那爬蟲我覺得比較難 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資料 把它匯制在哪裡 匯到這裡 OK 然後一個表格的話就一個 OK 然後這邊貼過來 貼過來其實你會發現智慧標籤 這邊也會出現 如果你要格式都有的話 你就是這個把保留 如果不要格式的話 你可以點這邊 它會幫你把它 格式 這個可以調整 或者是說你選擇性貼上 可以把它不要那個 不要格式啦 OK 那首先的話 我把資料先貼上之後 如果要畫圖表 那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畫圖表要選範圍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太高了 把它稍微列高稍微再調一下 不然等一下要畫出來的 這個我想細節自己再調一下 那如果呢 我今天希望畫那個圖 就跟那個美元折線圖那個道理一樣 如果希望呢 幫我這個超速畫一個 畫一個折線圖 然後呢 它的那個寬度大概就是10個欄寬 高度也是10列好了 10來10列 還記得要怎麼做 第一個啦 我好像我們之前做過類似一樣 你如果要畫 記得選範圍 所以哦 如果我要錄製聚集之前 因為我要把它寫成VBA層次 所以第一個請你把開發人員先打開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待會錄製聚集的話 其實只有一個動作 就是呢 直接當它插入這個折線圖的時候 把它錄下來就OK 所以呢 你需要做個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範圍選起來 游標先放A1 愛序的鍵 選B40 將這個範圍選起來 OK 然後呢 我們就選擇什麼 開發人員裡面錄製聚集 然後這邊就 假設啦 我們先取下 我先DEMO給大家 插入有沒有 我等一下就是這樣 按一下這邊 然後點擊這個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按一下 超速出來 就按停止錄製了 OK 那你說老師那個位置跟寬高怎麼辦 沒有我們自己改 OK 因為那個部分我前面我們做過了 所以這個有點是複習 所以哦 第一個請你先選 第二個的話 請你在開發人員裡面 選擇錄製聚集 名稱的話呢 叫超速折線圖 好 接下來哦 直接一個動作 插入 含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點一下 OK 好 這樣點完了哦 接下來就直接 再切回到開發人員 聽著錄製 就完成哦 OK 不要多的動作哦 好 那理論上呢 這個超速的結果 delete的掉 你可以在聚集裡面看到超速 按執行 畫出來了 不過位置不對怎麼辦呢 沒關係 還記得吧 我們可以從那個 聚集裡面找到編期 可以針對這裡面 其實就兩行 那這兩行的話 基本上哦 我把字放大好了 還記得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哦 把這邊字放到12好了哦 上面的這個註解哦 單以後這個把它delete掉 其實只有兩行 那如果假設我要移動它的位置 放在哪裡呢 哎 放在那個 這個區一好了 中間隔一個空白藍 放在區一的左邊 跟上面那一點上的話 那我就直接在這裡嘛 add chart 2的後面 還記得吧 增加兩個 兩 本來有兩個參數 這兩個實際上就是 含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那再加兩個就坐標 坐標的話就是在 range G4的左邊 所以呢 我就這邊 叫range G1嘛 的左邊 左邊的話就點left 逗點 然後一樣哦 點left指的就是這一條線 哪一條線 g1的這一條線 但是左邊 然後呢 我要上面 上面的話呢 就是 range G1點top 點top 好 那這個是坐標 所以哦 這兩個參數 決定它的坐標 那我們再把它跑一下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它剛剛好就放在這邊了 可是你說 那寬跟高不ok啊 那寬要多少 寬如果我要 剛好以G1當標準的話 那就是10個 他的 10個 所以 豆點 豆點的話呢 那就再把G1 當成標準 所以又是它 那你說老師我拿別的儲存格 可以啦 如果你假設 有別的儲存格位置 也是ok的 寬度的話叫with 然後乘上10 然後乘上10 豆點 高度的話呢 就是range G1 又是它 ok的高 高的話叫height 所以點 heighht 這個就height ok 然後呢 它的10列高 就乘上10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 寬跟高 坐標 坐標laps跟top 寬跟高 就是with跟height 好了之後的話呢 可以把這個VBA 我習慣是先縮小一下 然後按一下執行 看到結果ok了 一個ok了耶 那你說老師 那下一個超速ok之後的話 那其他怎麼辦 其他的話 我好像選錯了 應該是酒駕 勾到5 無到駕駛 ok 好啦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就另外一個 假設酒駕 酒駕 酒駕 折線圖 然後呢 你就可以拿這個來改 假設啦 這個你們等一下自己再改一下 我好像勾到 無到駕駛 那另外一個你可以拿這個超速來改 改成什麼 比如說酒駕 我等一下再把資料更改一下 欸 酒駕折線圖 其實酒駕折線圖呢 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啦 其實其他都不用改 主要是改哪個地方 其實應該是這個啦 本來是 它的 Labs 好像都 Labs 應該都是跟GE一樣 因為就是這條線 TOP的話呢 應該要讓它變成本來這個什麼 TOP的部分 本來是根據GE嘛 那你就要把它改成多少 G11嘛 G11 那你說Labs要不要改 其實Labs不改啊 沒關係 因為 你G1跟G11的左邊那條線 其實是在同一條線 所以這個可以不用改 那寬跟高的話也不用改 那只是說假設啦 你再執行它的話 它一樣是超速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這個Source有沒有 Source data 跟剛剛一樣沒變 所以如果你要改 還記得吧 我改的方法 好像是改這樣的 我是把 它的工作法名稱拿掉 連那個 錢的符號 其實也可以拿掉啦 有沒有 然後冒號的話呢 因為A跟B是在同一個範圍啦 所以 它 那你說老師 那我改成C好了 可是如果你改成C 它會變成怎麼樣 包含B 所以你一執行的話 它會變成兩條線 有沒有 它標題就沒有了 這樣不對啊 那怎麼辦 所以你要把 還記得吧 我們應該是這樣 這個是A1 冒號 A40 痘點 記得喔 痘點不要放在雙引號外面 記得雙引號裡面 再把 痘點後面呢 加上第二個範圍 那就是 C1 到C40 OK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所以C 執行一下 有嗎 那這樣我看一下 應該OK啦 有啊 無照駕駛 不過等一下我資料把它改成酒駕 好 那所以啦 底下就不用做了啦 底下等於總共有四個嘛 那你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做成全部折線圖 那全部折線圖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修改 其實它會變的部分 哪兩個會變 哪個地方會變 還記得吧 TOP 1 11 那底下1 一定21 31 另外的話呢 這個地方 上面應該是 範圍的話 理論上應該這個 也可以改成 跟這個 這個一樣 我把它拿來改 這個上面其實改成這樣應該 比較看得懂 應該是 B1 到B40 所以喔 第二個不一樣 就是把這個 改成 B C D E 這樣就全部折線圖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先錄製一個 其實錄製兩行 把它改成一個超數 再試試看酒駕 然後再把這個 全部折線圖畫出來 試試看